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过程中 受害人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传闻他患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终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足不出户 而身在科技公司任主管的老公 为了照顾他还辞去了高薪工作 陪他去看心理医生 网友们对妻也是心生同情 而近日来 网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些关于受害人的爆料 似乎让舆论有所逆转 有爆料称 被害女当事人愿意和解 但是要高云详出一千万澳元私了 一千万澳元折合人民币 高达约四千九百六十七万 堪称天价和解禁了 在相关的爆料文章中 女受害人的清晰照片也被放了出来 类似的文章也引起一大波网友的群情激愤 对女受害者展开了言语攻击 接着又有人爆料称 看到受害女和家人现身赌场 谈笑风声 并不像网传说中的抑郁 此番爆料一出 自然已让人一斗丛盛 觉得受害女之前的天价和解禁是动机不纯 但相关的爆料貌似愈演愈烈 不仅女受害人的名字被直接放在文章标题上 受害者的清晰照片也出现在了文章的最上面 而且爆料的内容也充满了对受害人的不友善 说受害者并不像此前所说的个人能力非常强 他的公司其实就是一个虚客运作的公司等等 甚至爆料称 该被害人有靠姿色揽生意的前科 其实现在案件尚未完结 高云强有罪与否也没有定论 是在此时突然爆出庭外和解 以及狮子大开口的一千万澳元猛料 无疑是对女受害人一方明显的不利 而且受害女主的姓名和照片都被曝光 隐私也被侵犯 如果她真的在事件当中受到侵害 那么这样的曝光对当事人来说无异于二次伤害 而且在案件刚刚发生时 阿法律首席律师沈寒冰就指出 此案件已经移交给检方 不可能和女事主亲外和解 所以所谓的一千万澳元资料 非常可能只是不实传言 但是对女事主和人形象却能产生严重的影响 针对这种随意曝光当事人隐私的行为 网友们也纷纷怒斥 太恶心 据深含冰律师之前的解析可知 请不吝点赞订阅